印尼龙木岛发生的地震引发土崩事件造成不少人员伤亡 其中两名遇难者证实为我国公民 包括新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大电代秀琴 他们的遗体预计今天下午5点多运回国 至于另外17名大马人也会在今天下午3点多回到我国 大马诸亚加达大使馆发文告指出 两名在事件中不幸罹难的大马公民 也就是戴秀琴和林赛华 他们的遗体将会在今天运回我国 两名死者的遗体会乘搭加鲁达印尼航空GA816航班 预料会在下午5点10分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 同团的另外17名大马人也会在同一天 乘搭亚航AK309航班从龙木岛回国 预计会在下午3点15分抵达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 除此之外大使馆也透露 目前还有4名受伤的我国公民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而当中有部分的人士会在今天获得院方批准出院准备回国 不管怎样大使馆表示会和地方当局协调 确保将遗体运回国的事宜能够顺利进行 同时依然逗留龙木岛的国人 假设有受到地震影响也可以联络我国驻当地大使馆的官员 寻求协助 欢迎回来看国内新闻 雪州沙灯一带的民众可要留意了 由于斯里肯邦安发生电流供应中断的事件 导致该区所有的水泵房无法操作 造成巴达林乌鲁冷月和雪邦三个地区面对治水问题 国家能源公司已经采取必要的行动加速抢修工作 雪兰儿水工管理公司发文告指出 受影响地区是分阶段制水 国家能源公司表示 沙灯拉野电变压站积极进行维修工作 以尽快恢复电工 文告也指出 恢复时间取决于电力的重新启动和泵房的运行情况 雪兰儿水工管理公司将会时刻监督进展 并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恢复和稳定受影响地区的水工 如果水工用户预知更多详情 可以从手机下载ISLANOR的应用程序 以随时随地查看治水进展 此外用户也可以联络15300 或输入名字和地址 发送信息到同一个号码 去年509大选至今已经过去了十个月 目前正在法国巴黎进行访问的副首相德律湾阿西萨 呼吁我国人民要有多一点耐心 给予西蒙政府多一点时间 来解决前朝国政政府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副首相万阿西萨在法国巴黎和旅居当地的 我国公民及学省会面 他说西蒙需要一或三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来修复 由前朝政府过去61年执政以来 对国家造成的许多破坏 他也呼吁身在法国的大马人和学省回流大马 以他们的专长来协助国家发展 共同打造灵贪污的新马来西亚 他也说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一个族群的人不应该嫉妒 或对另一个族群的人有偏见 王阿西萨以刚在纽西兰清真寺发生的枪击案为例 他说纽西兰是一个稳定繁荣与和平的国家 但是却发生白人至上主义分子 枪击穆斯林的事件令人感到悲痛 我国将在2020年举办世界资讯技术大会WCIT 通讯节奏媒体部长郭宾森表示 这项世界资讯技术大会 预计将可以带来100亿令吉的投资金额 郭宾森在主持世界资讯技术大会新闻发布会时说 2008年在我国举办的世界资讯技术大会 成功为我国吸引80亿令吉投资 因此政府有信心 明年9月13号到16号 将在槟城举行的2020世界资讯技术大会 预计可以为我国带来100亿令吉投资 预计这项世界资讯技术大会将汇集 160多名国际发言人 并吸引8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 郭宾森也透露除了投资以外 大会也将通过信息技术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昨天是行动党创党53周年 身为党政治教育局主任的刘振东表示 西瑞人数不多的行动党 如今已经是联邦政府和多个州政府的执政党之一 他认为执政联盟各党是否稳定和遵守纪律 以及有着清楚的方向和决心 是一个政府稳固和具备贡献力的关键因素 配合行动党成立53周年 刘振东放告列出7项有关行动党 从昔日的反对党变成如今执政党所面对的艰难和挑战 这包括从杂货店到大超市 从独奏到大合奏 从媒体政党到治国政党 20天与20年的视野 行动党或新盟 行动党作为非种族政党 以及全民共同利益 刘振东表示 早前的行动党作为永远的反对党 是不需要有一套经过协商的政治构架 但如今 行动党已经变成执政党 全体领袖应该是要提出清楚和一致的政策思维 如同一个大合作的乐团 刘振东也说 自己也向来倡导在国会成立更多的委员会 以作为后座议员 而反对党议员在提供一个参与共治的环境和平台下 理应是要成为解决问题的人 甚至是提出愿景的治国人才 而作为政府 行动党作为新门政府的一份子 必须和有党携手 为全民共同利益提出具体的政策改善方案 以为大马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他说 要解决未来20天的问题 同时也必须要有20年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的问题 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项决策 都必须把长期的因素纳入考量之中 而且行动党和新门各政党领袖 也都需要了解如何在做每一步决定之前 和各方做好充分的沟通和协商 同时还要让社会明白政策抉择的阵痛 刘正东表示 新门必须找到新的论述和愿景 来推崇大马的多元社会 以让国家回到正轨 阻止极端主义的思维 侵蚀公共论述的空间 马兴关卡堵车是常见的老问题 尤其是周末和公共假期 堵车情况更加严重 至少要花上4到6个小时通关 而在过去的两天 刚好是新加坡学校假期 堵车情况加剧 结果有一群中国游客苦中作乐 下车跳广场舞 有关的视频随后遭到网民疯传 马来西亚女导游协会会员 图玉婷早前在脸书 上载导游生涯2019相簿 其中有两段视频显示 中国游客在马兴第二通道 打伞跳舞打发时间 图玉婷在贴文上大吐苦水 只马兴第二通道过去到现在 设施都没有改善 因此促请政府关注新山两大关卡的情况 图玉婷表示 她已经就堵车问题传简讯给 柔佛妇女发展及旅游委员会主席 廖彩彤 但是没有获得对方回应 她透露 在入关高峰期 志愿警卫队半小时采访一辆或两辆旅游车通行 由于车流量多 造成桥上严重堵塞 原本在下午两点接到的旅游团 傍晚五点都还没有到 甚至有人将近晚上十一点才接到团 发型无可否认是凸显个人气质和形象的 其中一项重要指标 也因为如此 发型师这个行业 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为了表扬发型师的贡献与努力 马来西亚美发协会就举办了 百大至尊发型师辉煌颁奖典礼 向超过一百位出色的发型师给予肯定和荣誉 来看记者刘伟玲的报道 这场专门为国内发型师而设的百万至尊发型师颁奖礼 星期一在吉隆坡富都综合商业大厦举行 邀请了国内外超过一千三百名美发界达人出席 这场颁奖典礼一共有106名发型师获奖 包括最高荣誉贡献奖 最具影响力和最佳新人奖等等 由于这是史上首次超过百位本土发型师获奖的典礼 因此受到马来西亚记录大权的肯定 获翻记录认证证书 其实很多各国各地 中国香港台湾都有举办 就是马来西亚没有举办 所以当我以为了马来西亚美发协会的主席 我就说一定要主办这个协会来一些 就是一些表扬 我们甚至的发型师对这个美业很有贡献的发型师 应该需要表扬 再来提升美发师的身份 接下来再影响更多的爱美发的人 参与我们这个美发的大家庭 在颁奖典礼的同时 主办单位也设计了不同主题的精彩表演 包括小提琴演奏 歌唱和舞蹈表演等等 在亲身上场多场表演后 Michael Paul 傅俊翔也荣获最高荣誉贡献发型师大奖 作为对他在美发领域不遗余力的肯定 对于这场典礼的反应 主办方感到非常满意和乐观 并相信我国的美发领域将来可以冲出国际市场 除了这之外呢 除了我们去交流 分享最新的技术 还有就是我们有请我们去做黑秀 让他们看到我们马来西亚的发型技术是一流的 OK 这次就是我抱着很期望 我们有一天呢 可以站在美国 英国 纽约 London的舞台 让世界都看到我们马来西亚发型师是一等的 尽管是一场正式的颁奖礼 不过大会还是准备多道菜肴 让台下的来宾和观众在观看表演和颁奖之外 还可以大快躲移 来到颁奖礼的尾声 遇会者更是同声共唱朋友这首歌曲作为结尾 为这场美发界盛大的颁奖礼 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RTM刘伟林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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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个项目的B级参赛资格 6秒获得银牌 而在男子400米赛 沈威胜交出3分钟49.29秒的个人最佳成绩 以0.19秒改写他在两年前缔造的全国季度 这个成绩不但让他获得一枚银牌 也是世界第七块的成绩 沈威胜目前在澳洲墨尔本 跟李约奥运会金牌得主霍顿一同进行训练 他将在4月底回国参加全国赛 并希望自己继续有更好的成绩 以期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沈威胜已经是男子100 200 400和800米 自由泳全国纪录保持人 只剩下王关城保持了28年的1500米全国纪录 等待他去突破 我国女子高尔夫球好手陈月珍 在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第二级巡回赛 塞美特拉巡回赛的第一战比赛 击退美国对手赢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巡回赛冠军 25岁的陈月珍在美国佛多里达州举行的 塞美特拉巡回赛第一战自然慈善精英赛 第18动打出老金球一个 跟美国的对手德米鲁纳斯同样取得203感 低于标准感13感的成绩并列第一 将比赛带进加动赛 最终他在加动赛第一动就打出了博地 击退对手夺得冠军 陈月珍在赛后说 上个星期的一项赛会无法晋级 对他造成很大的打击 不过这个星期他觉得状态很好 能够夺冠更是大大提升了他的信心 由于2017年的表现不好 排名调出奖金榜125名之外 他失去了征战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 巡回赛第一级别的资格 而在第二级别巡回赛 他只是成功在三项赛事晋级 如今赢得升平第一项职业赛冠军 这位来自楼佛州巴珠巴侠的选手表示 要继续保持出色的表现 期待能够再次代表我国参加2020年奥运会 印度北方邦巴尔萨纳的民众 庆祝狐礼节的方式非常特别 当天妇女会用棍子追赶和棒打男子 然后要求男子和他们一起跳舞 以纪念印度教神明打琴骂俏的故事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 我是刘振业 感谢您收看最解怀新闻 我们再会